怎麼說 大陸軍隊的男人 吃了麵麵 裡面有香氣 這裡有香氣 然後就這樣吃 結束一整天 辛苦應援工作 樂天桃園啦啦隊女神李多慧 頂著素顏學韓國軍人蟲泡麵 嚇死了 臭味 李多慧五號晚間 發布台灣日常VLOG 因為飯店找不到鍋子 用包裝袋泡泡麵搭配可樂 讓粉絲看了好心疼 但這樣的懶人泡麵法 究竟有沒有疑慮 有時候無形之中 這些塑膠袋 還是會濃出一些化學物質 在泡麵裡面 無形中你的 你會不知不覺把它吃下肚 但是少部分 也許對身體不見得 有太大的影響 其實是售袋裝泡麵 用的都是PP材質的聚餅膝 耐高溫能到120度到130度之間 被水則是100度 理論上袋裝泡泡麵 應該沒有問題 但就怕塑膠袋品質落差大 可能會有疑慮 因為網傳吃泡麵 也要小心別搭配汽水 溫度的關係會讓這個 可樂裡面的熱氧化碳 會比較集聚的 在胃裡面所分解出來 而產生一個比較明顯的 一些脹氣 熱泡麵加汽水 會加速二氧化碳跑出來 可能會導致肚子比較脹 打擱也會比較多 另外泡麵油 而且熱量高 汽水也含高糖分 搭在一起吃 容易導致肥胖 三線新聞高官宣 下方民台北採訪報導